各位营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利用咱们这个摄影交流课这个时间 和大伙分享一下这个风光片的调整思路和一些调整方法 以前经常有一些营友 跟我这个怕牢骚 就说这个每次拍完片子 都觉得自己这个从构图上用光上各方面都不错 但是一结束到后期就猛了 就不知道从哪下手 调什么 哪些该调哪些不该调 哪些调到什么程度 那么今天我就想利用这个时间 把我的一些调整思路和一些调整方法 拿出来和大伙进行分享 首先咱们在看图眼镜当中 找一张咱们要想调整的一些片子 首先我选中的一张片子 把他的这个肉格式这张片子选中 用鼠标左键按住 往这个 这个Photoshop这个图标当中进行拖拽 当你拖拽到这个图标当中之后 Photoshop就被打开了 这个时候不要松手 一定要按住鼠标左键继续往上走 把这张片子送到这个工作区当中来 然后这时候再松手 那么这张片子就被打开了 那么打开了之后 先不要急于进行调整 你要急于调整 这调一下 那调一下 调完之后 你又后悔了 那么你就退导重来 所以首先要分析分析 这张片子 主体在哪 我一定要把这个主体先确定下来 主体 我一旦要把主体调整好了 胚体呢 适当的随着 进行少量调整 就可以了 把主体 突出于这个胚体 这样的话 咱们的调整的这个 总体目标呢 就达到了 那么什么是主体呢 摄像的主体啊 可能是个人物 也可能是个建筑物 也可能是树木 也可能是这座花 也可能是飞鸟 等等 那么这是指咱们直观 客观的所看到的一些东西 物体物相 那么在摄影的这个构成上讲的 摄影构成讲的是点线面 那么 在这个片子当中呢 要用摄影构成的眼光来看这个摄影主体的时候呢 那么它可能是一个点 也可能是一条线 当然了 也可能是一个面 那么点线面都可以作为画面的主体 那么在这张这个图片当中 我觉得呢 因为我排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它的主体在哪 我觉得这个长城 这个延绵起伏的这条线 以及当时它所受的广 有明有暗 这种这个变化 使我感受到 这个应该把这条线的作为主体会更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整体的这个构图是三分法构图 天空三分之一 长城这条线 在中间了 中颈这部分 也构成三分之一 前颈 是这个杏画 也是三分之一 那么主体呢 是在中间这条线 中间这条区域了 那么 用它来 用这条线来做主体 也是符合要求的 所以 咱们在调整的时候 重点就要在这条线上下功夫 那么 要想让它下功夫 就一定要把它的那个色彩和亮度 调整到 你当时排 排摄过程当中的那种环境下 让你一看就知道 这是早上排的 时间 连事就交给读者了 那么 现在看 长城这条线呢 它的色彩 从色闻上讲 偏暖色 这基本上是符合早上的那个色闻要求 那么 它的亮度还不够 它亮度如果再亮一亮 再突出一些 那么这个主体就更突出了 好 既然主体已经找到了 调整的那个目标 咱们也确定下来 好 剩下来就使用工具了 用什么工具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首先呢 我来给大伙介绍一下 这个 CAMRO这个插件 咱们也叫ACR 这个插件最上端 所显示的这些符号 是什么呢 是它的工具了 就是所有的工具都在这 那么 使用过GPG的这些营友都知道 GPG这个界面下的工具 是在它的最左侧 而这个ACR的这个插件 它的工具是在最上端 那么要想调整这个 局部的画面的亮度 以及它的色彩 包括它的色温 它有一个主要工具是什么呢 叫镜像滤镜 大伙可以看一下 镜像滤镜 咱们选择一下 看 当你选择完镜像滤镜的时候 大伙可以注意观察一下 最右侧的一个调整面板 它会发生变化 现在这个面板 那个是基本面板 大伙可以看一下 看看这段写个基本两个字 这是基本调整面板 当咱们要选中了镜像滤镜的时候 镜像滤镜的调整面板 就和它就有一定的差异了 大伙看一下 点一下 好 瞬间 镜像滤镜 大伙看一下 这个镜像滤镜这四个字 显示出来之后 它的调整界面 就和基本调整的界面是不一样的 它就更加细腻了 更加多了 好 在调整前 这张片子排完之后 它的原始的数据在哪呢 大伙可以看一下 色问 这个色问值 是 加40% 那那曝光值呢 这是0.8档 对比没变 剩下基本都没变 这是它原始 排下来之后 这个原始格式 所显示出的一个基本数据 色问 色调稍微加8 好 这些东西呢 在调整前 我一定要把它先清除掉 我要重新进行调整 要在这个基础上 我重新调整一下 好 那么我 镜像滤镜这四个字后边 待会儿注意一下 有一个符号 像一个木路 一行一行 一共有四行 我点一下它 点完之后 它会弹出一个菜单 在这个菜单当中 咱们选择中间这个 叫重值局部校正设置 点下它 大伙可以看一下 所有调整面板的这些调整画块 基本都归零了 大伙看一下 这是所有的数据 全归零了 这时候我就可以用镜像滤镜 在我要调整的那个区域当中 画出了一个选区 我把这个选区大致做一下 这个选区你可以变成正圆 也可以变成椭圆 这方向呢 也可以进行调整 你可以看一下 我通过扭动它 我把它这个 这个区域 基本上 给它涵盖一下 涵盖完之后 我首先先调整一下亮度 我把这个亮度啊 调整到 早晨 太阳刚刚出闪 照到墙体上的那个亮度之后 适当的加点摄纹 要往暖调上加 好 适当的再加点阳红 这时候这个墙体的色调 以及色温值 基本上是达到我心中的那个预期值了 那么这个区域 调整完了之后 咱们再新建一个调整区域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下一个低楼了 咱们就从右 一次咱们往左进行调整 调整这个低楼的时候啊 大伙可以把这个图像呢 适当的放大一些 放大是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 当你放大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很轻 能够有些细节的 调整的 更加清楚了 好 选择静向捋径 我把这个区域再重新 圈起来 这区域可以适当的放大一些 好 调整到这之后啊 可能有些这个眼尖的这个营友可能就发现了 除了低楼亮了之外 低楼的背景之处也亮了 啊 这样主主体的光线和培体的光线等同等亮度的时候 那主体就不凸出了啊 所以 咱们要把这个培体这部分的亮度给它压下来啊 给还原到原有的暗度亮度啊 那么大伙注意一下啊 镜向滤镜下面有三个点啊 三个小圆圈啊 第一个是新建 第二个是边际 当前就是在边际状态下啊 那么第三个是画笔 好 我选择一下画笔 这个时候呢 呃 这个画笔呢 出现了一个两个圆圈 一个是由虚线构成的 在最外圈 一个是实线构成的啊 这个实线构成这部分是它真正的画笔大小 虚线这部分是什么呢 大伙可以看一下 是语画直啊 这个语画范围就是由在实线和虚线之间的这么宽度之内啊 就是它的语画范围啊 这个时候啊 咱们为了把握起见啊 给它架个蒙版 大伙看一下调整面板最下端 中间这部分啊 有一个蒙版啊 把它选中 这时候整体就被 这个蒙版呢 这个区域就被给确定了啊 是凡是 带有红色的 这部分都是 受到了调整影响的那个区域啊 那么受到的影响是什么呢 色温啊 是偏暖的啊 色调呢 是偏阳红啊 曝光值呢 是 呃 零点七大 啊 那么 现在大伙可以看一下 有些区域 本来不应该亮的地方 它也受到了影响啊 你说这有红区 红色区域都是受影响的区域啊 这时候咱就把这个受影响这部分 给它插回来 这一边插一边观察 啊 别插太过了 插太过了 那就不好看了啊 好 把不想 让它变亮的那部分 给它插回去啊 插到原有的亮度 好 这时候把蒙板关一下 大伙看一下 是不是就把低楼让亮了 而它的周围 还是被压了 这样的话就增加了这个区域的反差 啊 主体更亮 培体更暗 啊 让主体更加突出了 好 再新建一个 新建这个时候呢 我要画这条线 啊 那么 我还是用镜像滤镜 我把它做一条线 啊 给它调整下来 啊 好 这个时候 它的色温值也好 色调的值也好 以及曝光值 不要变 一定要和这个是等亮度的啊 这个亮度级别应该是一样的啊 好 那么所受到影响的区域 大伙可以看一下 它有哪些 好 这个时候 咱们仍然用画笔啊 把它插回来 不应该亮的地方 把它插回来 啊 啊 好 查的时候啊 一定要把这个图像放大啊 否则的话 很窄一条 你很容易就会画过油了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呃 这是一个经验哈 一定要调整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画面给它放大 来进行调整 然后把蒙板关掉 看一下 调整的这个区域当中 还有没有这个瑕疵啊 你看啊 差不多是多少了啊 好 我下一步就要对这个低楼进行调整了啊 那么这时候呢 按住这个空格键啊 它就 大伙可以看一下啊 这是放大的状态下 你要是放大放大出头之后怎么办呢 按住空格键 你看这时候它就变成小小抓手了 这时候呢 哎 你就可以串动 串动到这个局部啊 现在看呢 要调整的面呢 是这个正面 这个 接近正方形的这个区域啊 我再捡回来 按照奥特键捡 按照这个空格键是加 稍微加点 好 现在我要调整的 是正面 瘦光的这个面 啊 阴面这块 我不能再进行调了 这调的话 阴面变亮了 那就没有力气感啊 我一定要调它这个瘦光面 好 仍然是选择镜像滤镜啊 做给它做一个区域啊 给它画一下 全新选过来 好 这个 大部分画 这个区域画完之后啊 我再填一个蒙板检查一下 看看哪些部分是 不应该受到影响 而受影响了 啊 那么现在看 这个墙体瘦光面这部分 基本涵盖在我这个选区内了 那么选区外还有一部分天空啊 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你看这墙体外的天空 受到了一定影响 这是咱们不想要的 那么咱就要通过画笔工具 把它插回来 啊 查的过程当中 待会儿要细心啊 不要 不要给查出去了 但是呢 查出去也不怕 啊 你查过油了 那个画笔不也有个 有个加号吗 你这用 这用加号 把它找回来啊 这个影面这部分啊 一定让它 不能让它亮了 也让它亮了的话 那和正面 都是一个亮度了 那不就太平了吗 这画面啊 啊 那就大平方一样了啊 所以咱们 在 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 这个细节啊 一定要注意好啊 调整完事之后 啊 这个 选择咱们这个 基本调整 这个层啊 然后 按住这个out键 往回减一下 啊 往回减 减一下 数小时看一下 看看哪些地方还没查到 啊 哪些地方还有查过的地方啊 那么 现在看的这个天边这部分亮度 和这个墙体外的这部分亮度 基本上都要查掉了 啊 好 再继续给它缩小 好 还回到这个原有的这个大小之后 啊 咱们用这个抓手工具啊 嗯 给它再 再换个局 好 这部分墙体呢 这还有一部分暗的墙体啊 哎 它实际上也应该受一定的光 但这段有点太暗了啊 所以这段也应该做一个调整区域啊 然后 选择镜像滤镜啊 我把这些地方呢 简单的调整一下 适当的 沿着这个墙体的这个 形状啊 和方向 把它调好 这份墙体 这个亮度 就跟着相应的提起了一些了啊 然后这个墙体外头的这个 呃 桃花呢 也亮了起来了 啊 好 那么再把这个 素光外 就是呃 调整这个受影响的 以外的这个区域 再给它插回来 啊 好 这个墙体调完了 好 剩下呢 咱们再回到这个目标调整的状态下 啊 按住这个 鼠标的 按着的长键啊 按这个长键再串个位置 再把这个区域 这个亮度再给调一下啊 好 大伙来分析一下啊 这部分 调整就有缩头了啊 这个底楼本身呢 他靠这个甲的地方稍微有点亮 因为他这个斜面 斜面 这都是在 暗的暗色的区域啊 那么在这个 呃 墙体这部分呢 稍微有点亮 这段是完全亮起来了啊 所以在调的时候 一定要分区进行调整 咱们这种方法 就是用这个静相滤镜 来调整这个亮度的 实际就是一个分区 分区调整法 啊 好 接下来我把最容易的 最好调的这部分 啊 就是这个 呃 完全亮起来 这部分这个区域啊 我把它圈起来 体调啊 好 这个方向 大伙一定要 把它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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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降个萌板啊 把受影响的 这个区域啊 把它插回来 好 关掉之后 啊 观察一下 看看调没调到位 好 这个区域的亮度 基本达到咱们心中的 要调整那个值了啊 再新建一个区域 啊 我把这个墙头这部分 这是亮的啊 我把它圈上 好 这份调整完事之后 这个墙体 就不用调了 啊 要调的时候呢 你就放到最后调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 它受光的亮度 它是没 没受到光啊 因为它在山奥里头了 啊 好 接下来咱把这部分 这个墙体稍微提亮一些 新建个区域啊 再把这部分 简单的 好 这个调完了 再串一个区域啊 好 那么就是上面这部分了啊 这部分也要给它分区进行调整啊 瘦过面的调整完事之后 把暗部这种这个查回来啊 再继续放大啊 因为你最好是放大到这个 你看我现在已经放大到300%了 好 我把这部分区域给它圈圈了 好 这个时候啊 这个墙体这部分 是含在我这个调整区域内了 但是它受到的调整影响 把天空也影响了一部分 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把它查回来 选择画笔啊 往回查 因为这是很直观 不用加盟板啊 直接我就能看到 哪些东西除除去了 哪些东西没除去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把这个 受光的这部分啊 给选择好了 这等会儿啊 这个墙体啊 这个防散还有点亮啊 把这个防散给提亮 那我这个地方 还查过了 就给它查回了点 啊 这样那个防散 防散亮点就行了 好 现在按住这个抓手工具 啊 给它串一个位置 看一看还有哪些地方应该进行调整 哎 这条线 是有量的基础 把这边再强调一下 好 注意啊 这个地方 选择 选择镜像工具 把这条 看上一次调是调不上啊 那还得分两次来进行 我瞎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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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是一次 再新建一个 把这一部分全选过来 好 剩下就是这一部分了 这部分再做一个 镜像的调整 把这个受光面 圈上 好 选择画笔工具 把不应该受到影响的部分 给查回来 再新建一个区域 把这小条 这小条给 好 画笔工具 好,这个时候 按着这个 咱们这个抓手工具 挨个看一遍 甚至咱把这个 图像给缩小 还原而成的原有的 这个区域 看一看 还有哪些没做到的 左侧这部分 左侧这部分 这还有一部分 就这个小地楼的一个墙 还有一个没调整到的地方 好 再做个镜像 把这个 先把这个放大吧 用这个画笔工具 把这个受到影响的那部分 不想 不想参与调整的那部分 区域给查回来 那么整体 大伙可以看一下 整体这条线 是不是已经就突出出来了 无论它的亮度和色彩 这个整体就突出出来了 好了 现在咱就分区域了 现在调整什么呢 这有几个梁 杠梁 咱图画的杠梁 把这个杠梁给调亮 因为光是从这个 这是一种侧底光 这个从左侧 上方 斜上方 打起来的这个光 所以这个杠梁本身是受光的 那么在这段 咱们把他这个光 再给强调一下 选择镜像滤镜 然后把这地方拉一个区域 让这个区域 这个杠梁 这个这条亮线 给他强调一下 好 接下来咱们再新建 这段还有一个小杠梁 咱也给他强调一下 强调一下 好 接下来前面这条梁 再新建 好 接下来新建 那么除了 这些亮度 色分值 不变之外 剩下的 我要把它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文具有点假了 这时候我把它删掉 我把这一条给它删掉 删除它 删除它 这回我换个方法 换什么方法呢 这里大伙可以看一下 这是有一个调整画笔 这个画笔呀 它和咱们那个选区 还有点雷同 它既是能够画出个区域 同时呢 它又能作为选区 把它某个地方给选中 好 下面呢 当你选中了这个调整画笔工具之后 待会可以看一下 这有调整画笔的这么几个字 在这后边咱们仍然 把局部校正的这个值啊 给它归零 上次的这个色纹和色调值 以及曝光值啊 我都跟它重新置零 这有时候 我给它画 先画一画啊 看看它的变化 你比如这地方 因为它是不规则的选区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改亮的地方 我先刷一笔 刷完之后 我再去调整 调整什么呢 首先调整曝光值 因为它比较明显 我把这曝光值先调一下 越刷越亮 色调上呢 我得给它加点 加点洋红 这品嘛 把这个原有的这个 这个杏花的那个 那种色调啊 给它查出来 这样的话呢 整个这个杏花 这个就不是白色的了 就是变成洋红的 还原成它原有的那个 就是你直观临场 就一种临场感了 好 适当的再加点黄 看这段那个色彩啊 更加形象化 就更加有点那个临场的感觉 好 示范带有杏花的部分 我都通过画笔这个工具 来进行调整 这样的话呢 就把它这个 这部分的区域的色彩啊 基本上在强调强调 好 现在呢 呃 整体看 整个这个画面的立体感啊 更加强了啊 好 接下来呢 天 由于前面这个部分都亮起来了 天空就显得更亮了啊 在这个 在这个当中呢 咱们把这个 渐变工具啊 用一下啊 选择渐变工具啊 在这里头呢 渐变滤镜后边 再重新直下灵 我在这儿呢 给它拉一个渐变 拉出一个渐变出来 好 好 这边拉完之后啊 我再把它这个亮度啊 再稍微灌一灌啊 稍灌一点 好了 回到基本调整 基本调整这个 这个调整面板下 啊 做什么样的调整呢 呃 做这个去薄物啊 简单去一下薄物 然后清晰度 提一点啊 这脸色就发生变化了 就画面更加透了 然后自然保护度 啊 自然保护度 稍微 稍微拉点啊 让它冷和暖之间的 这个反差 也再加强一下啊 呃 在这个 效率上啊 把这个蓝色的保护度呢 让它这个更纯 纯色更纯一些 啊 好 这个时候啊 大伙看一下脂肪图 整体啊 色彩上 啊 和这个 呃 冷暖的对比 明暗的对比 基本都建立起来的 但总体画面的 亮度啊 这个脂肪图 大伙可以看一下 高光的部分 啊 就是白色这部分 呃 还有一些缺失 啊 这个时候 咱们可以 把高光减一点 啊 适当地剪一点 剪一点高光 然后把白色拉起来 哎 让它画面更透一些 好 这样的话呢 画面呢 哎 顶墙就行了 不要爬墙啊 顶墙就行了 然后整体的 大伙可以看一下 左侧这个 这部分天空啊 就太阳刚刚要除了 那部分 那那个区域啊 有点溢出了 我把这高光 再关一关 关到这之后啊 不要关到底 关到底的话 这画面就会闷啊 那我 艺术内容怎么办呢 把白色往回 关一关 好 整体的 这个 画面的这个 呃 亮度也 也也调整起来了啊 好 这个时候 咱们就要进到这个 进到这个 接皮剂下 进行一些 呃 细致的调整啊 打开图像 让这个肉格式 转换成 这个 呃 这个基本上 即便 还是比较小的 好 直接打开图像 由于我这个 长时间调整啊 我这 计算机的垃圾 有点多了啊 这个 材杆打开的 有点慢了 好 这个时候呢 咱们要做一些 画面的细致调整啊 你比如说 这些污点呢 这个人呢 啊 我都要把它给修掉啊 那么修的方法呢 啊 呃 我一般的是用什么呢 你看这样的污点修复工具啊 你用补丁就修复工具也行 你用污点修复工具也行啊 你或者是用套索工具 选择这个按内容识别 这都可以啊 那我接着来给大伙介绍一下 这个补丁啊 修复工具啊 他怎么使用啊 把它全选上 往旁边一挪啊 没有了 好了 这个人物呢 我也把它选上 好 我往旁边挪一下 这个时候注意 他的墙体 这个连续性 一定要把控好啊 好 松手 这样的话 这个人物就没有了 这还有 还有点啊 我把这个墙体 稍微收回了点 这个时候啊 就给它放大 放大 再进行精修啊 这时候可以用这个 污点修复工具啊 这种选择按内容识别 进行一下 简单的修理 这个时候啊 用这个污点修复就不行了 因为它这个量度反差 特别大啊 这时候用 我再换个方法 用这个图章工具啊 再试一下 调整 画别大小啊 我在这个天空附近啊 选择一个 呃 取样点啊 按照out键啊 点击鼠标左键 点完之后 就开始在这儿上 进行涂抹就行了 好 在这附近再选一个 这样的话 它这个有点深了啊 后悔一下 为什么呢 这个不透明值 和这个流量值啊 应该小一点啊 所以这个方才 这个没注意到啊 我把这个 绑子图章 在这以前 还而到 污点修复工具 这种啊 有点修复工具 好 我把这个 不透明度啊 放到20%左右 啊 这个流量值内 给它关到50% 好 待会看一下 按照out键 在附近 选择一个 取样点 然后在这儿 通过 越接近越好 要不然 它就会出现色差 不要着急 慢慢的去调 因为你现在这个 流量值和这个 和这个不透明度啊 都很小 所以它这个 调整起来慢 但是它有好处 有什么好处呢 它不会产生 大的色差 啊 所以这个在 一边选 一边按照 out键取样 啊 这样的话呢 你在这个 经修过程当中 修的才能够 呃 这种瑕疵就越小 啊 就是更加比证 就这样子再稍微 不透明度再稍微开点 30% 好 取样 这个时候再继续增加一点 在这个地方 墙体能够取个样 粘它一下 100% 在这儿取个样 这样的话呢 连纹理啊 墙体的一些纹理都带上了 啊 这样再缩小 放回去 再仔细观察观察 还有哪个部分 有瑕疵的啊 因为这个细节啊 决定成败啊 这个 在这个画面当中 影响画面的整体感光的时候 有些竖刹啊 有些什么的啊 一定要给它观察细致啊 不要让它 影响到咱们这个 直观效果啊 那么好 这个瑕疵这部分啊 差不多了 咱们再回到这个 肉鸽子下 好 肉鸽子下 现在看呢 暗部这部分啊 明和暗之间 这个反差 有点太大了啊 暗部这部分 那细节呢 呃 有些 丑的不算太好 咱们把这阴影 这方面提一下 呃 阴影 稍微提一下 让它这个 暗部这个 这里头的一些树 这些细节 都出来 啊 然后再观察一下 制放图啊 没什么太大变化 现在高光这部分 又有点溢出 再把高光再往回拉点 啊 因为你在 提高阴影的前提下 它有时候整体光 还是在 整体变量啊 现在看 明和暗 是有反差的 啊 这样的话呢 暗部呢 细节又比较 这个充分啊 高光又 基本上 没有过的了 现在整体的 这条线 这条亮线 啊 又特别突出了 那么也就证明 咱们这个主体呢 也就特别突出了 啊 这个时候 再回到这个 呃 肉格式下啊 啊 JPG下啊 再观察观察 看看还有哪些 需要调整的啊 总体看 不错了 适当的 再给它加点对比度 整体加个对比度 那就是 加个曲线啊 亮度让它再亮点 啊 暗部再让它稍回来点 哎 那么现在看 这张片子就 差不多少了啊 差不多少 就可以 给它合并 合并可见图成 啊 好 这个时候呢 画面你就可以 如果再装点装点 那就 加个logo啊 不装点 你现在这个片子 基本就是调整结束 啊 呃 整个 你看这个画面当中 这个层次感啊 由于它明暗明暗的 这个层次 挑出来了 啊 实际上 原有呢 它是有这条线 咱们只不过是通过后期的手段 把它注意进行调整 注意强调了一下 所以这个画面呢 呃 呃 就整体看呢 就 透亮了不少 啊 那么 风光片的调整的啊 就基本上就到这就算结束了 啊 那当然了 你要为了 呃 再美观一些 啊 就可以 适当的 呃 再做一个logo啊 这个logo呢 我是上次在这个 金山岭长城的一个垃圾箱那 当中 啊 排了那么一个 呃 它的宣传logo啊 然后这个 我给它找一下啊 看看在什么里头呢 好 把它选中 打开 好 这个是呃 你要进入到这个金山岭长城之后啊 举目可见 这样的logo啊 有彩色的 有黑白的啊 这个是我是在它那个垃圾箱当中 呃 排了这么一个 然后把它抠出来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把它 拖拽下来 给它拽到这个 咱们要调整的画面当中去啊 好 调到这之后呢 这个 这个东西有点太大啊 另外一个呢 这个颜色呢 太深 显得画面太暗啊 这个时候啊 呃 我就把这个 整体这个颜色呢 给它做个反向 啊 给它让它变成白色啊 这样的话呢 调整大小 按住Ctrl 加T 啊 只有变换 然后这个时候呢 按着SIFT键 让它等比例的输方 一定要按住等比例 这个SIFT键啊 让它等比例的去输方 否则的话 它就变形了 就是和人家原有的那个比例不一样了 啊 然后用移动工具 给它放一个什么位置啊 你假如说 呃 放个 放个合适的位置吧 啊 好 为了防伪起见 把自己的印章盖上 啊 拽进来 然后 按住鼠标的右键 弹出一个 呃 菜单 三格化图成 啊 Ctrl 加T 再用 SIFT键 等比例去缩放它 缩放到 核实大小 好 好 然后 用移动工具 啊 把它 拖在这 这样的话 整体啊 按照这个Ctrl键 把第二个图成 下面这个图成 给它选中 啊 这样的话呢 它整体 这两个图成 就变成一个图成了 好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 把这个 杠梁这部分 为了防伪嘛 啊 你这样的话呢 你要想修改它 你就很费劲 啊 一定要压住某个地方 还不影响整个画面 然后 你修改起来还很麻烦 啊 给它放到那么个位置上 啊 当然了 最好的比例 还是在 这个树线的三分之一处 我也好一点 这个logo呢 就夹上了 啊 这时候呢 就可以结束了 就按照鼠标的右键 啊 它会弹出一个 呃 这个菜单 在这个菜单当中 就合并可见图成 或者是合并图像 就可以了 啊 那么整个这个 呃 风光片呢 就调整结束了 啊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存了 啊 你存到哪 首先 一定要按存储为 不要按存储 你按存储 它就默认给你存一个地方 啊 啊 这一定要按照存储为 这样的话 我有指向 我存到哪去 啊 你假设存到这个文件 假设这是金山领商商 那好 我就要存到这里头去的时候 啊 你为了和你原有排的那个 肉格式加杰皮记的那个文件名 重合 在这个的后织你可以随便加个什么字母 啊 这样的话就有别于原有照片了 就不会不会把原有的那个接平器那个片子给覆盖掉啊 然后按保存 这个时候 它会弹出一个 呃 对话框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调整文件的大小 啊 有些文件呢 这个特别是你要想参赛 啊 有些文件你所需要 我就要这个五照 那你这四八照 那指定大了 你就可以把这个文件大小往前拐一拐 当然 这是以牺牲你的画质为前提的 啊 因为它就有亚硕了嘛 啊 现在是没有亚硕 就四八照 按确定 这就存完了 整体这个风光片的调整思路 以及调整方法 今天呢 就分享到这 啊 谢谢各位